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时候 我们往往忽略了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直到生了一场大病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才恍然意识到 什么是最重要的 一场大病 就像是命运设置的一道坎 挺过去了 你也就通透了 也就明白了 忙了大半生 什么才是你的 演员李冰冰在一档访谈节目中说 自从一场大病之后 我突然感觉身体变得不好了 我会容易累 也不像以前那么有力气 我突然发现 我虐不起自己了 它真的会报废 挺过一场大病后 就会明白 所谓的功名利禄 生殖加薪 勾心斗角 这些都是身外之物 全都是浮云 健康地活着 才是一个人最大的拥有 用户铁血米尔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他说 他是十二年的老烟民 家人劝过 朋友劝过 都没有用 他照样抽 感觉很爽 直到有一天 他得了呼吸重病 不得不去大医院呼吸科做检查 检查过后 医生跟他讲 不要再抽烟了 你再抽 将来不是肺癌 就是不死的癌症 慢足肺 医生还特意说了句 肿瘤科就在那边 你抽空 可以自己去看看 看看肺癌病人有多痛苦 后来 他真的去重疗科转了转 那场景 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他看到肺癌病人骨瘦如柴的样子 看到他们因为剧痛哭得撕心裂肺的样子 看到病人家属痛苦无助的眼神 从那以后 他彻底戒烟了 也真正理解了健康才是最珍贵的这句话 作家吴浩曾说 生命其实就是上帝在每个人的账户上 存放的一笔定额财富 没有谁知道他究竟有多少 却每天都在消费他 一旦透支 你没有偿还的可能 生命只有一次 健康不能重来 千万不要等到失去健康 才懂得要好好珍惜 更不要仗着自己还年轻 就肆无忌惮地透支身体 人这一生 你可以去追逐财富 去打拼事业 去拼命努力 但不要以牺牲健康为前提 从长远来看 牺牲健康并不能换来稳定的幸福 因为人要是没了健康 也就没了一切 网上有这样一句话 人在年轻的时候 觉得到处都是人 别人的事就是你的事 到了中年以后 才觉得世界上除了家人 已经一无所有了 同事会散场 朋友会走丢 只有家人停留在原地 一直牵挂着 惦念着你 当你遇到困难时 他们会第一时间 为你排忧解难 当你心情失落时 他们会设法逗你开心 陪你难过 当你生病住院时 他们会细心地照顾你的饮食起居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贫穷还是富有 健康还是生病 家人都会是你永远的依靠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新闻 让人心里暖暖的 12月16日 偏见某女子 跟在外地工作的老公 提了下自己发烧的事 她本想着 自己扛一下熬过去 没想到的是 丈夫竟然跨越数百公里 提着大包小包的药 赶了回来 虽然工作很忙 赚钱很重要 但在丈夫的心中 独自一人在家里生病的妻子 比什么都重要 无独有偶 陕西西安的28岁小伙 生病好几天了 因为一个人住 父母不放心 驱车140多公里 赶到了他的住处 给他拿了一些药 还有蔬菜和水果 把东西放下后 盯住了几具 就得连夜赶回去 虽然有时候 我们会埋怨父母的唠叨 伴侣的牢骚 但在真正遇到事时 就会发现 家人是我们永远的后盾和靠山 而你真正能够指望得上的 也只有他们 有人说 生过一场病后 就会知道谁最爱你 那些在我们生病时 不离不弃的爱人 那些真心守护你 照顾你的家人 请一定要好好珍惜 善待爱你的人 用耐心和用心 陪伴他们 走完余下的岁月 石铁生在散文 《病戏随笔》中 写过一段 引人思考的话 生病的经验 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 发烧了才知道 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 咳嗽了才体会 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 刚坐上轮椅时 我老想 不能直立行走 岂不把人的特点搞丢了 便觉得天昏地暗 等到又伸出了褥窗 一连数日 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 才看见端坐的日子 其实多么晴朗 后来又患尿毒症 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 更加怀念起往日的时光 终于醒悟 其实每时每刻 我们都是幸运的 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 都可能再加一个 更子 人生没有幸不幸福 只有知不知足 但往往 我们在拥有健康的时候 很少懂得要去珍惜 等到被病痛折磨时 才惊觉 原来拥有健康 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 人哪 总是在拥有时不知珍惜 失去了 才追悔莫及 一场大病 或许就是在提醒我们 要学会知足 要珍惜现有的一切 包括自己的健康 以及爱你的家人 与健康相比 我们之前所追求的一切 都显得微不足道 知乎上有一个问题 经历过一场大病后 心理上会发生哪些变化 其中有个用户回答说 感觉房子车子 这些都是身外之物 觉得之前追求的 拿高薪 工作做出一番成绩等 对成功的概念 都不重要 只想好好地活着 陪着家人到老 哪怕一辈子 碌碌无为 平平淡淡 这个世界上 除了生死 都是小事 很多你关心在意的事情 比如生殖加薪 换大房子 买名牌等 其实原本不需要那么用力的 因为当你躺在病床上 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你心里想的 只是赶紧好起来 赶紧恢复健康 而不是其他的身外之物 挺过一场大病后 人就活通透了 也就明白了 身体健康 家人陪伴 衣食无忧 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幸福的起点 来源于知足 而所谓的幸福 不过是拥有 知足常乐的心态 小说《苏珊日记》中 对健康 事业 家庭等 做了一番巧妙的比喻 如果把生活 想象成一场 五球杂耍游戏 这五个球 分别是 工作 家庭 健康 朋友 和诚信 你把球 抛到空中 游戏就开始了 有一天 你会发现 工作是一个橡皮球 如果掉到地上 它会弹起来 而其他的四个球 都是玻璃做的 一旦掉了下来 就会磨损 破裂 甚至摔个粉碎 到时再后悔 也来不及了 工作没了 可以再找 钱花完了 可以再赚 但健康失去了 就再也回不来了 所以想说的是 趁着还来得及 把健康 放在第一位 好好爱惜身体 保证充足的睡眠 不熬夜 不暴饮暴食 留出一些时间 给家人 陪他们聊聊天 说说废话 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 和心理健康 一辈子不长 别辜负爱你的人 别怠慢自己的身体 要学会珍惜 懂得知足 即使日子平淡 也会闪着光芒 好了 今天的文章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愿我们都能够 拥有健康和幸福 和爱我们的人一起 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到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